这上班不开灯 行吗 开灯吗 啥时候下班 你不是要去超市吗 雷条带田田来超市里面买点东西啊 Costco我们已经好久没来了 我们现在来的确实比较少了啊 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克制自己的这个购物欲望啊 主要是克制田田的 其实说真的这段时间没来 也感觉到自己对这边并没有太多的依赖吧 田田是不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还挺想来看 你看看我就说吧 刚刚一眨眼的功夫不知道田田跑到哪里去了 哇 马上到圣诞节了这种 节日礼物啊又出来了 下个月24号小宝宝要到我们这边来 田田还说要不要给他包点什么礼物啊 我都忽略了这个事情了 哈哈哈 圣诞节这种节日对于美国 对于在美国这边长大的小孩来说啊 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他们比较期待的圣诞老人送的礼物呀 哇 这边卖的东西好漂亮 这是圣诞老公公你是 对 我这像不像 哈哈哈 人家挂着什么白葫芦啥的 很漂亮啊 嗯 这一带多少钱 19块9 爆米花 看到这边有卖刀具跟厨具的 哇 这几把刀呀 卖的还挺贵的 99块钱 这边还有这种 4个啊 加一个这种放刀的盒子 249 我去 Costco越来越会做生意的 哈哈哈 原本想拿一盒蓝莓的 但无奈这一盒蓝莓太贵了 10块钱 小苹果价格还可以 3块4毛9 你是不是拿了一盒小苹果呀 我拿了 一小箱 富士 拿了一袋那个 巴拉朵 可以 可以可以 今天 这次苹果买的 够了啊 够吃两礼拜的 我估计 等到明年的话 我们可能要给家里面再添一个冰箱啊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两三个礼拜来一次超市啊 其实每次来超市啊 我感觉还是 挺费时间的 一探基本上至少得 两三个小时吧 就没了 每个礼拜都这样 水果专家呀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老婆说可以还能不可以啊 这马上到感恩节了啊 超级大的火鸡 这个感觉就二三十磅嘛 太重了 这台九毛九一磅 好便宜 这这一个大概有多少磅 能看到吗 这上面有标签看一下 二十三磅 我同事说他买了一个二十五磅的火鸡 哇 今天从冰箱里冻柜里拿出来然后开始腌制了 所以比这个还大 他们能吃完也是牛啊 大家庭他有五个小孩 哦 你干嘛呢 买不买 给小馒头的买一个吧 六个过节了给他买一个吧 过节了啊 十几块钱 好行 没问题 买吧 你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还是都是一样的 挑一挑 就这个吧 看这个软一些这个 硬一些 那拿这个这个能多玩几天吗 每次给他买玩具就是纯粹浪费钱 半个小时准给你撕的稀碎啊 啊拿一个 给小狗买点这个东西 我们就给小狗买 这两件东西啊 甜甜刚刚还说怕网友说 网友有啥说的没啥说的 又拿了一个垃圾袋和这个 银叶啊 这是什么拉面 新出的吗 啊之前没吃过这个 拿了一袋这种香肠 这个香肠很好吃 真的吃炒饭放里面也好吃 猪火锅也好 嗯 说了吃了我都饿了 一会儿咱吃点饭去吧 我都饿了 再来带甜甜买一点巧克力 甜食啊 他上班的时候呢就可以吃一些甜食 放松 你要这个颜色还要那个黄色的 行那你去拿吧 嗯 自己选吗 这个咱们直播的时候也有卖的 瑞士莲巧克力 里面是糖果夹心的啊非常好吃是不是 还有什么要买的吗 还有吗 没有了走吧 买了这些东西一共花了182块钱 出发去吃饭了 从超市里出来 去吃点越南粉吧 附近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 我们今天还是吃老三样 越南春卷 牛肉粉 再加一个三明治 大海你大海你点什么 猪排饭 还是牛排饭 猪排饭 thank you 这个猪排饭看起来也太大了吧 前天还剩那份牛肉粉啊 抓紧吃吃完回家家里还有一个小汪汪呢 一共吃了58块5不加小费 我们还上了一个三明治打包一下 真的吃不下了 那个猪排太顶太顶了 回家了 好